行得通 只要我们肯做到三步政策 就能够实践合一 更能体现耶稣的管理概念 教会的建造不是靠看见问题 和看见需要的人来做建造的工作 而是要靠动手的人才能够建造起来 同样的教会的合一不是靠着喊口号 或者我们彼此见面寒暄问来 我们这样就表示我们合一 而是要实践三步政策 是哪三步呢 其实这个三步在最近 特别是学育当中非常的流行 因为曾经有立法委员还是市议员 再次把它提出来 这三步政策就是不比较 不计较 不乱叫 再讲一次 不比较 不计较 不乱叫 首先是不比较 有人请帮他开门 他好像不知道怎么看 首先是不比较 不论哪里 比较的文化 从来都具备杀伤力 要记得 我小时候我曾经讲过 我小时候就受过这个比较之谷 在旧贵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那些奉神的命传信息的先知 他们多半多半多半 他们都没有什么社会上的地位 也没有什么身份权位 却因为上帝的话临到这些人 而他们忠心的传达 所以这些先知呢就受到人的尊敬 因为他们的信息 他们所讲的话 所传的这些的内涵内容呢 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当他们宣告神的小力的时候呢 并不理会听的对象 到底是君王 是祭司 是宗教领袖 或者是百姓 大家都同受责备 因为先知是神所设立的 他们受人尊重 他们受人敬重 是因为他们所显出来的见证 彰显了上帝的慈爱 也彰显了神的公义 使人看出 他们确确实实 滴滴呱呱是神的仆人 因而敬重他们 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的 他们甚至于很可能就是世锦小力 没有什么询问的 有的人甚至于就是一个农夫 就是一个管理桃源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的目标 就干上这些先知 不是凭着人前的身份 地位或者是权利受人尊敬 而是要追求在神面前忠心 而能够得着人的敬重 过去 我在谈使徒信经当中 论到教会论的时候 我就曾提过 许多人误以为教会是一个定点 或者是一个建筑物 事实上 构成教会的是什么 是人 就记得我讲过 有人就有教会 没人就没有教会 如同家庭的成员 是人一样 教会这个大家庭 也就是所有参与在当中的人 是以这些人为主体 教会是由一群蒙恩得救 与上帝同行的人所组成的 一座建筑物 一个房子 它组成需要各种不同的建材 好比水泥 钢筋 木材 玻璃 等等等 而这些建材的多样性 来表明合一 和谐的观念 你看一个房子里面 有这些什么 木头的 钢筋 水泥的 有这些玻璃的 有这些铝框的 可是合起来 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 舒不舒服 舒服 你在房子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不和谐 没有 如同这些建材 虽然不同 软硬不同 但是放在一起 就显出了和一和谐 同样的 今天教会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员所组合的 成员之间 彼此有着不同的人格特征 家族背景 教育程度 文化差异等等 教会的和一 就是从这种多样性当中产生的 而且产生出来的是 应该是一个和谐性的一个表征 说到文化差异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没有文化的分别 有没有 有 比如说 有人是比较土质的 偷地 就像你们的融传道 因为我是南部人 所以我讲话用字超质 超质 不是值钱的质 是非常 就是直率的 非常直接的 甚至于有时候呢 我的言语还算蛮粗俗的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婚宴 新郎新郎来举杯的时候 我脱口而出 就跟新娘说 哇你今天没死了 你知道到我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成熟的姐妹立刻用手顶我一下说 传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说 啊对 我讲错话了 虽然我讲的话不是有恶意的 我真的认为他没死了 就是意思是什么 很漂亮 但是你们就知道 在那个场合里面 用这个字就怎么样 真的是太粗俗了 是好意 是一个好话 但是言语粗俗 这个就是融传道的光景 我是南部人 讲话真的很透顶 衣着打扮也不太讲究 为了今天的讲道 想说我要好好打扮一番 所以我就特地的打扮了一番 教会里面有像这样的人 是很好点 是很就是不居小节的人 但是教会里面 也有斯文高扬的人 讲话很柔和 很得体 那不同的人信的耶稣呢 在基督里面都是神的儿女 上礼拜的讲员 徐晨的传道说了 就是主人跟仆人 甚至主在教会里面 也都怎么样 称为弟兄姐妹 没有主仆之分 在教会里面 我们这些人 在文化上面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的分别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能不能够相和 我这么偷地的人 碰到那个讲话得体 又是温和的人 可能彼此之间 会擦出火花来 但是在基督里面 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文化的等级观念 我们应该把两个柔和 就好像把钢筋水泥柔和在一起一样 我们要把它柔和成天国的文化 老初不必自卑 有学问的也不用骄傲 应该要彼此接纳互相欣赏 不可因为文化背景跟习惯不同 而排斥人排挤人 神的儿女有很多类型 不是同一个模型塑造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活体 是有一个活生生属于自己性格的一个个体 而这样的不同的人合起来呢 就要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美好温暖和谐的家庭 因为神先以基督里这个范畴 在基督里这个范畴 把所有中间怎么样 隔断的墙怎么样给拆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应该有没有墙 有没有墙 没有墙 但是我们却要小心 很多人却会在基督里面的 属于基督里面的外面 好新奇喔 这是要怎么表达 就是我们会在基督以外 努力建造个人之间的文化 种族学士阶级这个墙 在教会里面不要窃窃私语 这个人是博士 那个人是教授 那个人是老板 那个人是老板 在教会里面不用窃窃私语 我们不需要在耶稣之外 建造人的围墙 阶级的围墙 种族学士的围墙 你跟我 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耶稣已经拆了中间隔断的墙 那我们究竟在建造什么呢 我们究竟应该要建造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职份 跟不同的岗位 但是这并不表示 我们在神面前 有的是尊贵的 有的是卑贱的 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在家里面很多的 有的瓶子 有的瓶子 有的瓶子是做高贵的瓶子 有的瓶子可能是做马桶的 那是做尿筒的瓶子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 自己做这样的分门别类 我们所尊敬的人 我们尊敬他 不是因为他的地位 他的财富 他的学士 而是因为他对神的态度 我们尊敬一个人 不是要看他的地位 学士财富 而是要看他对神的态度 而看他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 是否有中心 我们当在这方面来追求 因为在神看来 不是谁取得最高的地位 权势 学士 财富 谁就是更尊贵的 而谁就是更能表彰神的形象的 谁是更像神的 不是这样子 唯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活出基督 唯有一个人真正的在各方面 不亏缺神的荣耀 不论男女 那个人就是神所尊重的 这个正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他本与神跟神相同 他与神同等 却反到卑微虚极 甚至于致死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神把这位愿意自己谦卑的耶稣 把他提升 把他抬举身为至高 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 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追随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比较 第二是什么呢 不计较 27到28节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难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耶稣不是空口说白话 他不只是言教 他还深教 他在门徒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耶稣他离席 脱了衣服 拿了一条毛巾素腰 蹲下来为门徒一一的洗脚 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当中呢 耶稣进一步的说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审命做多人的暑假 如果我们的生命还停留在暑肉体 也就是老我的阶段 不要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做到 像耶稣所做的那样子